今天你又和投资者介绍哪一只股份 今天也是第一只资源股 近期市都开始旺发 我相信这些股值偏向落后的资源股 应该是可以追上来的 说的是358江西桐 江西桐大家都非常熟悉 今天来说上升暂时超过1% 去到18.04元 我们先看看业务简介 另外光西桐方面主要有四项的产品 第一项包括樱极铜 佔了收入增长来说比较高 接近69% 之后产品有铜钢线和铜加工的产品 最后亦都见到黄金和白银相关的产品 零零碎碎看到樱极铜方面的收入都是比较两例 你看到这么多产品里面 樱极铜就属于 就是钢西桐里面最核心最主要的产品 收入方面都占了整体的收入来源接近5.7% 但是要留意因为利润率方面 樱极铜就相对比较低一点 再见到近期国际的铜价不断的下跌 都令到这类加工产品的价格也跟着回落 都令到它的利润率方面有个受压的迹象 但是大家都可以留意 无论是鸩极铜、铜钢线等等这些产品 都是属于一些野链和加工的制成品 本身那些铜的金属 其实本身钢西铜都有自己去到开彩 铜的字级率方面都有两成多 当国际铜价升的话 那些加工产品自然可以加价 令到它的利润率方面应该会有个帮助 也可以留意黄金和白银方面 虽然占它的营业额不算特别多 但是在增长幅度或者利润率来说 都属于是几两例的一环 不如和您看看这类利好的因素 刚刚听您的分析 就说到国际铜价方面 亦都是渐趋回稳 如果在图表上 其实都看到红色那条线 就表示一个支持 比较重要的支持位 你见到趋势都是一直下跌的 肩底味呢? 没错 你见到铜价方面 其实近期都是一个 大概7200元这些位置 在培回 整体来说 我相信它的下跌幅度 就不会特别大 如果你看到铜价 这个是LME的 国际铜价走势来说 只要它能够守得住7200元的话 我相信它未来 仍然有机会 试一试高位 上面第一个目标 可以看回是8000元左右 但如果铜价能够上去这些位置的话 对江西和股价来说 亦都会有个挺大的帮助 都留意到近期的市况 都比较多的憧憬 大家在憧憬着 就是全球各大央行 都会有个放水的行动 其实对金属 或者有息的金属来说 其实都有个支持在 加上你见到 美国方面的房价方面 亦都有回升的迹象 建屋的量数方面 亦都是回升的 对同价的产品有没有帮助 绝对有 因为现在欧洲央行 联储局方面 大家都说要印银子 变相会令到环球的资金 热钱方面 会有个大大增加的推动力 这方面也会令到某些钱 流入商品市场做一些炒作 对于一种的黄金 或者其他金属的价格来说 都有个帮助 另外如果你看到铜 在全球来说 现在都是属于一个 叫做工不认求的金属里 在2012年 今年的供应缺口方面 都有16万吨以上 如果你看到美国近期的 经济数据都叫做改善 特别是房地产方面 是很转座的时候 意味着当地建筑商 就需要用更多的钢 更多的铜 来做一个建屋的过程 这方面我相信 对于铜的需求来说 都应该有个帮助 正如刚才所说 如果全球的需求大增 如果需求的增长 能够大过供应增长的话 我相信对于铜价来说 都会有个多大的支持 另外一点 就是我们方面的经济 中央方面不断坚持 就要补增长 未来都有些重要的数据 就会出台 大家都可以留意 就是顾头方面的情况 以及房屋 工业生产等等的重要指标 对江西铜方面影响有多大呢 始终说中国方面 都属于全球最大的一个铜的消耗国 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盛需 其实对于铜价的影响 或者对于铜的需求的影响 都是非常之大的 铜在内地 最主要都是用在一些工业生产的环节上 所以如果大家要看 就要看一些和制造业 或者和工业相关性比较高的数据 就比较好一点 当中你见到国内的PMI 其实都在近几个月 在汇丰的PMI方面 都有所谓的改善 另外也可以留意 工业增加值方面 未来会不会有机会回升 当于整体制造业 工业生产能够有所增强的话 对于铜的需求来说 亦都有个很大的帮助 好 在较早时分 6月14日到 花旗也有份报告 说到刚铜方面 正在开始都反映到 内地铜价去负存货化 预料这个存货 将会到今年的第三季完整 都建议投资者 可以在股价调整之中 做一个中性的吸纳 不如看看股值方面 其实现在都很便宜 在说是7-8倍的PE 如果在图表上 白色那条线 就是代表现价的水平 你看到在2010年和2011年 它的PE都比较高 有介乎是13-20倍 但现在反而PE都便宜了很多 去到7-8倍 其实是否真的很划算 如果你看到股值方面 其实江西桶一直以来 它的股值都处于十多倍 如果你看到在09年 10年初那一阵 就更加上到接近20倍左右 但如果你看到近期 股价都叫做 徘徊在大概17-18元这些位置的时候 对应的PE 就只不过大概是7-8倍 虽然你说到今年 整体的业绩方面 都有机会录下一个按年倒退 但就算倒退一成多两成都好 去到下年的预测PE 都只不过大概是9倍了 仍然都属于低过去历史的平均值 由于股值比较低 再加上当市况是很转的时候 资金就会愿意留到一些 所谓的beta值比较高 又或是跟环球经济 敏感度比较高的股份身上 我相信到时 江西彤的股价 和上阳的幅度 就会更加大 但是Jason 我看到他刚刚出的业绩方面 就好像一般 你见到截至2012年3月31日 除税前日利来说 都要下跌 跌幅有超过10% 而股东的应佔日利方面 亦都是要跌 跌亦都是接近10% 业绩上都一般 可以预期来近公布半年的中期业绩方面 仍然会录到一个倒退 因为如果你看到国际的酮价方面 其实在上一年 第一季和第二季 一直都在八千多元至九千元 这些高水平培回 由于那个基数都比较高的关系 都变成令到今年头半年 江西彤的毛利率方面 都可能会有些压力 但是去到第三季尾 第四季的时候 由于上年的基数都叫做下跌的时候 去到今年最后两季 整体的毛利率方面 就有机会可以有一个改善空间 另外我见到就是你等因素方面 见到摆到在野链成本方面 持续上升 其实关不关人工市 以及污染环保方面 其实在这一方面 会不会有多大不利的因素 几样东西 说得对 第一方面就是人工 第二方面 在野链方面 都要用很多电力方面的能源 另外在原材料方面的价格 等等 这些成本都不断上涨下 都令到看回今年第一季的业绩方面 都见到很多部分的利润率方面 都有一个压力在 如果你看回去年11年来说 见到那个经营的日利率 都是按年跌了1.7个百分点 那么多 这些业练成本 如果你说未来都不能够改善的话 那对业绩都可能有很大的影响 再说到 见到内地的铜的存货 现在都还是比较高一点 一旦如果你说未来的存货 清除的进度是不理想的 那对于内地的铜价方面 都仍然会面临一个短期的压力 谢谢Jason 先问投资者比较关心的问题 就是如果要买入的话 什么价位好呢 暂时看回到17.4、17.5这些位置 备在10天线那里可以买入 如果你说这些位买了 下面可以订定指示 就放在16元 上面以一个中线来说 我看的目标是可以上去20元这些位置 暂时来说都是18.08元 都要等一等才可以去到Jason的买入价 谢谢跟我们分析江西和这一只股份 都非常之强盡 Jason 这只股份你本身有没有持有的 谢谢 这一节的每周一股环节又差不多了 如果嘉宁观众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欢迎浏览我们的网站 先休息一会 稍后再来再聊